美国把第一座这种新的预警雷亚 部署在这个地方 它的对应的威胁来源很明显 就是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大陆 如果发射洲际飞弹 从北极方向来袭的目标 因此它的整个部署是非常针对性的 一座的费用将近40亿美元 这一型雷达它在长城预警相关的 包括探测范围 还有鉴别能力解析度 获得比较大的强化 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位 他说什么呢 他也在4月25号表示说 海军领导跟有关国家代表团 举行双边会见和交流 那么他特别也点到了 就是在西太平洋的海军论坛上面 包括了美国的海军 太平洋舰队司令COLER 跟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员胡忠明 以及海军政委袁华志有见面 双方在会中有讨论到 会继续的保持通讯管道 还有作战安全等相关问题 美中舰队跟海军司令也会面 主要是透过这个会面 希望能够确认或者是要避免什么样的问题 特别是针对南海 大使您觉得 我想当然一定会谈这个问题 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多边的会议 大概29个国家 180多个海军的将领 都到了这个青岛 参加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是轮值 来担任这个主办国 不只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这个俄罗斯的海军部长也到了 都到了 所以层级非常高 那这里面有重要的议题要讨论 这一次主要讨论也就是海上空中的意外相遇的中间 这个尤其是什么 尤其无人机的部分 无人机的部分 这是这次一个要点 大家要协商出来一个原则 另外还有就是说 也说要谈一下海上无人舰艇的这种相遇的问题 这些都是各国现在尤其大国之间 在积极发展的这种新的5G使用 5G装备系统 那希望能够有一个国际规则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很重的一些要谈 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双边的问题也很多 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南海的冲突上 其实美国是比较被动 为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 我最近听了这个德国之音访问这个Bony Glaser 就是他谈这个南海的问题 他说其实问题美国现在卡在 就是菲律宾跟美国之间有这个 双协防条约在里面 那么菲律宾不断的加强化跟中国大陆冲突以后呢 美国很可能被菲律宾要求来履行 这个有关这个双边协定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方面的职责 所以可是南海尤其菲律宾跟中国这个争断海 都是这些礁石在高潮石都水面都看不到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水域的争执 你说美国要陷进去跟中国大陆一个直接对抗 其实就美国来讲也是不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双边一定会谈 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就是菲律宾的代表没有去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多边会议 我觉得双边也在管控菲律宾 不要把这个议题带进来 因为你只要是参与国你可以提案 最长的菲律宾跟日本都没去 对 日本没去 可是菲律宾没有去的原因 我觉得我是比较怀疑是美国叫他不要去 叫他不要去 不要去绞这个局 你这个事情我代表跟中国大陆的海军 那么我直接面谈 这个问题菲律宾如果美国跟大陆之间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安排以后 菲律宾的这个事情他就闹不起来 我们说美方虽然谈归谈 你看到他还是在做他相关的部署 这一方面展开军事沟通 但一方面呢 另外看到就是在西太平洋加强他的军事部署 我们要说的就是在画面中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最新一代 美国这个超长城预警识别雷达 它的编写是LRDR 最近已经正式移交给美国飞弹防御局 预计在2025年会达成全作战能力 这个最新一代的LRDR 它的征搜能力大概有多强 它在部署之后 菲律宾你觉得会给美军带来多大的战略上的优势 它LRDR是美国最新的长城预警这个雷达 它跟现有这个铺路爪相比 当然它在材料上 在整个综合性能上来讲 那都要先紧很多 比如说它以往是这种被动项链雷达 采用的是这个生化夹 它这个最新就像美军最新的SPY-6 这种神盾雷达 它采用的是氮化夹 它本身的这个可靠度 还有像电流强度等等 它的介质性能其实更为优秀 也因此让这一型雷达 它在长城预警相关的 包括探测范围 还有鉴别能力 解析度 还有其他的综合性能都获得比较大的强化 但细部的性能截至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比较保密的 但我们就它部署的方向来讲 它部署在这次是克利尔 这个空军基地 属于阿拉斯加 那我们知道现有美国有五座铺路爪 一个就是克利尔 是在阿拉斯加 它主要是瞄准俄罗斯的像西伯利亚 远东方向来袭的空中威胁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这几年 平平进行所谓的洲际飞弹 或各种这个超高超音速武器射击 很多都是从它的欧洲部分 往远东方向来打 那它直指的威胁方向 就是通过阿拉斯加进行美国 因此美国把第一座这种新的预警 部署在这个地方 它的对应的威胁来源很明显 就是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大陆 如果发射洲际飞弹 从北极方向来袭的目标 因此它的整个部署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日本之前本来想买两座 结果它发现两座的单价 在结合30年的运作费用 一座的费用将近40亿美元 这对于美国来讲 它在陆海空三军都需要钱的状况下 能以多少钱来搞个长城预警雷达 可能就是要看美国的国防经费而抵 美方到底是不是在台湾也有部署 这两天大家也在讨论 就是美军驻台的议题 因为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 他们最新发表的台湾国防议题报告 提供的是给美国国会做参考的 这个报告当中根据美国国防部 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季报资料 指出到2023年的12月 一共有41名美国军人被派驻台湾执行任务 但这是提供给国会 所以它是公开资料 可是为什么 华老师 这时候美国大累累的就公布说 我派驻在台湾执行任务的人数 有没有踩到红线 简单的说没有踩到红线 为什么 因为就数量很少 派驻驻军是station 是编制 有编制有原额 而且是常驻的 那这个40亿当然不是现在 所有美国现役军人 目前在台湾的总数 为什么 因为其他都不是用station这个 这个来界定 这个名词来界定 而是用tdy 换句话就是短期任务派遣 来协助训练 对 短期任务派遣就不是驻军 不是驻军就没有踩红线 逻辑是这样讲 那我们确实美国在短期的任务派遣 到台湾来教我们的特战部队 教我们的这个部队的这种单兵训练 确实已经好几年了 那我们自己的连级甚至营级的 这也不是秘密 就是报纸有报导过了 就到美国去参加演习受训 那这些东西当然都在红线那个边缘走 有没有过 在红色边缘 在推演 我自己参加的兵棋推演里面 有假设就是美国有建制的部队 比如说是一个营或者是一个旅 到台湾来那个的话就过红线了 可是目前这些只是 还是在我们兵推想定里面 因为大陆有讲过 如果是美军驻台的话 那这就直接会碰到他2005年的 反分裂国家法 就是敏感神经 对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包括最新的俄乌战士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欢迎全世界 我们继续在这一段来关心的是 今年大陆两会 薪质生产力 这个变成了关键词 而且是热门化 重要的概念 那这个薪质生产力呢 除了在科技上 注入薪质生产力 在军事上呢 也要发展薪质战斗力 特别是在关键资源 比如说稀土 这也放入了薪质生产力的概念 举例来说 全国政协委员 同时也是中国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 也是董事长叫敖洪 他就宣布呢 中国稀土集团 将会加快的培育新职生产力 而大陆商务部呢 更是早早就公布了 禁止出口 还有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其实是 稀土产业的大国 你说在全球的稀土生产 它占了四分之三 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但现在看到 从商务部到国企 一连串在联手管制 从开采生产 制造加工出口 这些环节来看 春公您怎么看 大陆现在祭出了 这样的一个政策 它为的是要制衡 美国的科技围堵 但效果多大 我就讲 我觉得这样的 这个稀土是王牌 王牌 因为它的生产应该是 四分之三 我记得讲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那么当然 这个稀土不是光是生产而已 它涉及到 它是提炼的 非常复杂 还有设备 而且常常还有环境 还有很多造成环境污染 一些生产有毒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过去都是中国把它当作一个王牌 当然它把它设为国家安全 涉及到国家安全 而且现在中国 为了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 所以现在变成南北两个 那么各省过去把那个生产各种设备 全都统统回归到中央 所以现在整个中央在控制 因为它涉及到国家安全 但西方现在它也了解 第一个它减少 当然以美国为首 他们希望能够这个 所谓的供应链多元化 要去风险化 去风险 所以它也要其他美国也澳洲 也是生产这个东西 等一下也要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它希望能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那么开发本身一个就是开发 一个就是减少依赖 就是从这两个途径 但是在可见的将来 我是觉得因为这个 中国把这个整个技术 我刚刚讲的管制不让它输出 这个人要抓到 这是国家安全的 所以在可见的将来 还是中国还是能够掌握了 这张王牌的 像美国方面也是 比如说电动车很多东西 它尽量少用 对不对 美国 中国还是能够在 我刚刚讲了 因为这个东西 稀有金属毕竟是稀有 对不对 那你除了你找到替代品 中国这个当然是对抗 你刚刚讲了 就对抗美国的高科技的管制 你有你的 我有这么生产这个地方 你卡我 我会卡你 就不想卡来卡去 不过还是回到您刚刚提到 有一个关键就是资源大国的问题 就像俄罗斯跟乌克兰 你看到俄乌战争其实也是 俄罗斯就算面临了 这个西方国家的制裁好几次 可是因为掌握了重要的一些资源 所以你看到现在仍然是 达到现在还是一样 那我们提到这个稀土元素 当然这个稀土是可以提高钢的韧性 比如说它可以用在装甲钢 炮钢 还有航母甲板的钢材来使用 那么同时也能够用来制造 一项引擎战机的稀坡材料 或者是用在核辐射屏蔽 核反应堆声纳等等方面 所以现在也传出了在中国大陆 正在进行建造中的 十万吨级的第四艘航母 不仅就会使用这个稀土的特殊钢材 而且动力方面也改成 要以核动力为主 名称上面我们之前也聊过 就是说会以省来做命名 之前传出什么四川舰 有这样的名字出来 当然这个还没有经过证实 穿舰 有人穿舰用台湾 而且这不是只有第四艘 南华早报跟报道说 可能在进行第四艘的同时 会同时建第五跟第六艘航母 回到稀土 我们说稀土的多用途的属性来看 陆老师您觉得 我们看中国大陆的稀土 整个供应链 它跟国防工业之间的发展的 重要关联性 是 这个跟国防工业 稀土跟国防工业确实非常非常密切 如主持人刚才提到 这个稀土我们统称为稀土 但实际上它是有17个不同的元素 那这些不同的元素都有对应到 比如说它的这个基建产品 比如说这个发动机 推进器 钢材 甚至光学仪器 都会用到稀土 那这里面反映在国防工业上面 以我们一般这个民众 包括我自己本人 这个可能比较熟悉或比较常接触到 比如说我们要去做征搜 我们飞机要去做征搜 这就牵涉到好多部分 它都运用到稀土的这个材料 那举例来讲 比如说F35隐形战机 我查到一个数据 它说每一架都要使用 大约400公斤以上的稀土金属 所以它这个用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另外就是在实际的运作上面 包括它可以增加这个钢材的延展性等等 它也使得比如说坦克车 它要去攻击对方的时候 它这个可能本身坦克车体积不用很大 原因是因为它的钢材的延展性 可以使得它的炮管承受更高的高压 所以换句话说 它这个炮弹发出去精准度距离 还有它的威力 基本上都不会因为坦克车体型比较小 而受到限制 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才会说这个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其实包括像美国跟欧洲很多国家 都把稀土资源看作是拉升成为 国家安全层级这个重要的议题 所以也都在进行所谓的能源转型 但是能源转型真的这么容易吗 恐怕不是这么一件事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也显示说 好我们来看美国的稀土金矿产量 在2018年的时候 产量大概只有一万多吨 但2023年已经达到四万三千吨 2023年美国矿产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 一千零五十亿美元 比2022年这个时候还增加了四十亿美元 但是实际问题摊在这边 稀土不足的问题 美国方面会怎么样去因应跟面对呢 韩老师 我想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接棒英国成为全球老大的时候 他事实上做一个很聪明的 用民主的价值去做经济殖民 就是说他不像以前英国派总督 在这些地方 他的目的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价值低的东西 对环境有害的东西 我拿一美元 我就给他买过来就好了 是他们打得如意算盘 没错 但现在的问题是 开始变得国安凌驾于经济 所以他开始变得说 我开始要很多考量变得不一样 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地方 他本来就可以生产 他只要花时间 但对环境的迫害是很大的 就是说美国有很多地方 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的考量就是 如果你要把人间先进 变成环境炼狱 你当然可以生产 对 所以现在逼得美国 必须也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以前都希望能够 让美国的国土里面都是 人间先进 可是现在能源转型 我们刚刚讲说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面临到 像刚刚春公也已经点到了 环平生态破坏的问题 对 没有错 所以当年中国是一个战略考量 我就是要破坏我的环境 我要达到一个自主性 但是美国的策略就很简单 你破坏你的环境 我用买的就好了 但是现在就是说 全世界变成说 每个东西自己家也都有一套 自己家有一套的时候 绝对不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我们将来面对的 就是大家都有一套 大家的通膨都比较高 大家都没有再做一个 物质的大交换 我们所有的进步到 现在为止是个 所有大家的物质的交换 我做我擅长的 然后我把不擅长的 我跟人家买过来 可是现在反其道而行 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 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 就是你说11月 不管是拜登连任或是川普当家 这个未来的美国总统 他如果以国家安全为考量 他把这些稀土的 你说把这个人间净土 要变成这个不再漂亮 或者说要去生产 美国民意一定会反弹 他怎么去面对这种 强大的这个民意反弹 美国现在当然是把 自己内政的矛盾 把它丢到国际化 枪口一致对外 他主要是他自己 美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民主 你只要过50% 你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 他有记得利益者 这些石油公司 矿业公司怎么办 没有错 所以说当你在两党对决的时候 50%的投票率的时候 你只要控制25%的选票就可以了 但是事实上 你只要控制10%的极端分子就可以 就是川普一路做来的事情 不断是割喉割喉再割喉 那有关于刚才提到的说 这种传统能源公司来讲 当然如果在EA7的大旗下面 绿化下来 他们在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他怎么可能让这一次的转换 这么的快 就是说不然的话以后 就都这样就好了 对 就不要混了 同样的美国的军工产业也是一样 现在军工产业蓬勃发展 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一样的意思 我给你一个概念 蛮有趣 垃圾分化炉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最好就住在你家附近 你不要在我家 离我家远一点 我愿意贴补 你现在你家的分化炉 然后我垃圾丢到你那边去 你从这个概念来出发 你看美国一样 就刚刚讲的 很多它可以 因为环保跟经济成长之间 本身是会有些矛盾的 对 他现在到时候 他如果是 大陆现在有时候会牺牲它一些成长 他要注意的环保 因为人民现在觉得 有钱生活过得好以后 就希望呼吸得新鲜空气 那当然有毒物是在你家造 那是在你家弄 其实就是个概念 我们那边常常说 还有一个教授 抗议不能在我家 不能在附近的分化炉 问题是干哪里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把它看问题的时候 是自相矛盾的 过去在全球化的时候 美国的全球布局 其实就是把这些往外 是啊 是啊 不留在美国 但是现在因为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了 所以全部又在拉回到美国里面 我继续问的是说 因为最近也看到 就是刚刚讲到说 要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特别是在稀土这个部分 澳洲跟越南最近两国 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当然这个层级变高了 两国领袖的年度会议 就聚焦在矿产议题 为的就是要促进供应链多元化 讲的就是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性 那这一次特别着眼在 也就是稀土养化物矿床 而根据了解 这个矿床的矿藏量 大概是2200万吨 虽然跟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相比拟 因为中国大陆的很多 关键矿产的这个矿床 大概根据估计是4400万吨 就是越南这个两倍之多 澳洲这样加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东南亚 其实他们就是 以最近这几年 都是以竹子外交著名 是百来百去 就是既得利益者 澳洲跟越南的 这样的一个为资源 特别是稀有资源 在做预备 那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卢老师 你觉得这样的 就我们刚刚讲说 就以产量来说 它确实也就只有二分之一 可是他可能觉得说 那不然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考量吗 是 我想这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政治 还有这个外交上面的考量 它除了在这个 实际上在经济上面 也有一些效应 举例来说 这个主持人刚刚才 谈的这个非常好 就是有关于 竹子外交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竹子外交 它是从越南的讲法 它是底部坚固 顶部灵活 它是希望这个左右逢源 那澳洲跟越南 确实在过去两年 它的贸易额是成长75% 这个是确实跟过去不太一样 但实际上在这些 这个数字的背后 它还有一个就是 是不是能够持续 双方是不是都觉得 这个关系是可以彼此再继续互利 那我想这个还 有待我们做进一步 而且刚刚讲替代效果 它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替代效果 对啊 就是以它这个 降低对中的依赖 可是呢 就是增加 经济本来就相互依存的关系 但是你 你某某相互依存的关系 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有时候 这个 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所谓的依赖 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 施孝伟 孝伟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大外交系副教授 黄奎博教授 大家好 国安战略专家 陈文贾教授 何荣好 大家好 以及美国共产党 前亚太局主席 方安格 罗斯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面对解放军 持续的派出军机还有军舰 在台海的周边活动 现在包括了美军 还有日本自卫队 为了因应不断讨论出 新的战略出来 但有没有办法 有效的来嚇阻解放军的骑袭呢 光是在6月2号的清晨6点 到6月3号清晨6点呢 国军方面争获了解放军 派出9个架次的军机 而且有6艘次的军舰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而其中进入台海西南空域 两个架次的军机 包括了卡28的反潜直升机 还有运巴的蒸蒸机 寄生机 从中国沿海飞入台湾的西南空域 而现在刚说到了 包括美日要端出什么样的新战略呢 来因应中方的威胁 好 第一个就是美国空军将会组建小分队 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把检疫机场这些地点 转而作为军用飞机的临时基地 而由空中机动队空降到这些地点 负责快速准备跑道 还有建立加油点这些相关的基础设施 第二个新战略就是加速建立更广泛的军事基地网络 在4月份的时候菲律宾就已经对美国开放了4个军事居地 而在澳大利亚这边则部署了更多的军事资源 包括联合开发澳大利亚北部机场等等 两个最新的美日想要推出的新战略 小小兄怎么看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与其余说是要提升收短反应时间的话 我真正认为他想要做的事情是防止中国大陆 对他们发动决定性的打击 因为其实从美方各种你看到他不管是兵推也好 或是内部的评估也好 他们其实都已经认为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地区 也就是大概离中国大陆约500公里左右这个距离 甚至500到1000公里 他进行这种所谓的区域拒止 就是A2AD 对中国大陆来说他现在技术能力已经达到 那他之所以还没有对台湾做一个决定性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目前中国大陆在两栖或是海空三栖 联合突击登陆上没有做完准备 那同样的 如果说今天大陆已经具有这种A2AD 也就是反驱拒止能力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第一 美国要在这个区域中运用航空母舰难度会增加 第二就是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现有的基地 遭到解放军用飞弹 不管是地对地弹道飞弹 或是长城的巡弋飞弹攻击 对可能性也会增加 那对于他们来讲 要避免所有的这个军事资源集中在一个大的基地里面 所以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分散基地 像譬如说你在关岛 关岛就是个好例子 关岛大家都过去看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最有名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但是美军现在安德森空军基地 除了自己本身有两脚跑道之外 他在原本二战之后就没有再用了一个安德森基地 那一个北机场 就距离安德森基地大概也有这个大概快五六公里远之外 另外有一个跑道叫北机场 把他全部翻修 然后做成能够让这个战机起降 那同样的他们也在包含像天宁岛跟塞班岛 就在附近的岛屿都进行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工程 把一个天宁岛上一个小小的国际机场 把它重新翻修成 如果遇到状况就可以让战机临时进驻 也就是说这样看起来 好像感觉是要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战力分散 不是 他其实应该严格来讲 他是在面对真实状况的时候 要如何进行战力疏散 让美方的这个军事力量 不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快速就遭到大陆解放军的 其实降低风险 对 降低风险 等于说应该会说分散松险 就是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同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这边岛链里面 他现在也鼓励也希望日本盖更多的 相对来说 就是比如说一些机场来讲 就做一个跑道 像比如说下地岛 下地岛他买来 虽然说他原意 是要作为美国的第五舰载机联队 做那个航舰起降训练的一个机场 但他现在也希望这个下地岛能够成为 未来发生冲突的时候 类似这样的一个疏散机场 这种小编装的这样的做法 他其实主要就是要提供美军的空军的力量 在面对大陆攻击的时候 能够去分散 然后提高他的生存率 让他后续能够借由这些分散的力量 能够起飞 然后对大陆共军发动主要的反击 保持有效战力 这个局势不同 当然这个因应的相关战略 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另外就是日本防卫省跟海上保安厅 在6月份大致关注是说 他们宣布实施了第一次的联合模拟推演 讲明了就是以发生武力攻击事态 作为假设的前提 那么内容是保密的 但是过去自卫队跟海上保安的联合训练 都是以灾害还有像有可疑的船只出没 这些灰色世代作为假想的前提 但这次看到是提升到了武力攻击状态 所以在武力攻击事态这个情况之下 美日会怎么合作 我想这个要先首先介绍一下 其实它这个日本在2016年的 它的这个新安爆发里面提到 日本根据它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事态发展 它有三个事态 作为这个维护这个印太的一个安全 跟它本身日本的安全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重要影响事态 就是说如果只要日本 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那日本就要配合 那刚刚相当的灰色地带 大概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所谓的重要影响事态 因为美国有军事行动 那第二个是存立危机事态 就是说在美国或是说 或是他盟国受到这个攻击 武力攻击的时候呢 那当然日本可以发动所谓的这个 集体自卫权 就是日本可以日美同盟 日本安保可以来启动 第三个就是刚刚昨天所讲的这个武力攻击事态 就是在日本国土 它里面包括的是美军的基地在里面 包括冲绳 包括这个恒虚荷等等这些地方 所以呢 如果一旦有这个受到攻击的时候呢 日本可以发动这个个别的自卫权进行军事反击 但是实际上 我们来看啊 虽然日本是 如果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武力攻击事态的时候 它可以这个所谓的独立来发动 但其实它还是在日本的 美国的前置之下 为什么 因为其实呢 这个美日之间呢 不管在外交上 他们几年来都是在强调的日美同盟 在军事方面就是日美安保 不过日方应该还是受美方的指挥毛 当然说到它的前置啊 因为毕竟 其实很多部分呢 像日本的所有的这个 包括军港 或者说在基地里面 陆海空 都是由美国的 这后面的一个支持跟一个配合 因此呢 这看起来美日同盟也是 这个 这个美国为毛 日本为盾 那因此它还是会做 有效的结合 但是这个结合就是受到美军的一个前置 好 所以指挥的部分 因为刚刚特别提到了指挥的重点 当然还是以美方指挥的体系为主 说到指挥 最近这个新闻呢 大家引发了关注 就是美国印太司令 阿奎利诺 他说 劝习建习近平啊 对台湾动武之前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呢 他在礼拜二就是23号的时候 他特别表示说 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 哪两项 第一项就是防止这一场入侵台湾的冲突的发生 第二项就是如果呢 在第一项任务失败了 那么就会做好 准备进行战斗并且取得胜利 对于这个阿奎利诺的说法 这个中国时事评论员张斌 他最近就分析说 他这么说很可能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把前方的决策权跟指挥权 下放到战区这一级 黄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阿奎利诺的说法 其实只是代表了拜登给他了一些军事的这个任务指导 但是呢 最后的决策还是在华盛顿 因为美国的印太司令部 他其实主要是执行的单位 还有情报征收等等的这个单位 他最后还是要送回去华盛顿 所以阿奎利诺其实我是觉得说 我们不用过度去诠释说 好像美国的什么第一级的能力 或者是现场反应的能力 全部交给印太司令部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目前现实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 我们也必须要想一想 在1996年 97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 美国曾经有两艘航母战斗群 不管是其中一个是驶过台湾海峡 或另外一个待在台湾的周边 这两个航母战斗群 不管怎么说 有人说是当时的国防部长 Wilham Perry 培利他下令的 但是也有人说培利其实是跟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接获了克林顿的同意说可以 两个战斗群全部派过去 所以从过去的看起来 只要是非常敏感 而且容易引起战断的这些军事行动 基本上我想一定会在国防部长 或者甚至最后要到美国总统才能决定 所以我蛮好奇的 我请教老师 因为看这件事情的话 我看到美方最近不管是像 刚刚提到的这个阿奎利诺 还有包括像是奥斯汀 最近都不断的在台面上有说了一些话 那大家也在想说 这个动作频频是不是也在意图 逼使中国方面赶快进行两国的防长对话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确实看起来 他跟美国在军方或者是国安 这个层级的对话的意愿真的不高 包括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伦 其实在上个月也讲过这样类似的话 所以或许美国是要把姿态摆出来 希望中国大陆要赶快接球 中方就是相应不理 对 目前因为中国大陆觉得我不急 反正你这个只是总统给一个 印太司令部司令的一个指示 那又不能说对我北京 或对我的台海的目前的状况 有什么实质的损害 所以我觉得北京还在看 华盛顿下一步要怎么演 北京才会有相应的一个动作 好 那回到美国这边 你可以看到是拜登 他在6月1号呢出席这个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 他特别发表了演说 他也特别强调说美国面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挑战 但是无意与中国引起纠纷或冲突 这场这个毕业典礼大家也看到 他摔了一大脚步 还好是没有大碍 但是拜登如何在面对今年是大选之年 怎么样能够一方面减缓抗中的强度 但是一方面也必须要让拜登自己的支持者 知道说面对中国拜登是不会示弱的 其实民主党的基本盘 他们的支持者 选民 对他们来说这个抗中不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这个是事实 我们都知道每次总统选举 是It's the economy stupid 我们都有听过这句话了 那今年我明年也是 所以number one就是经济吧 经济 number two number three可能也是经济吧 我们过去有讨论 经济方面民主党拜登政府 他们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他们没有对外 没有让选民了解或体谅到有好消息 那包含昨天有这个失业录的好消息 但是一样多数人认为经济还是很不景气 所以我觉得面对中国相关的议题 其实拜登虽然要考虑到选民 但是他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国会 或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因为在初选当然他们会互相骂 但是他们另外也会骂拜登 那拜登他们会骂内政问题 但是另外也会骂你对中国太软弱 所以他必须要回应 那到时候共和党产生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那他也会把很多focus放在中美关系这个议题 所以拜登一定要回应 那他怎么回应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也已经听过他会讲什么 比如说跟盟友加强合作 比如说跟日本 南韩 甚至菲律宾 澳洲等等 所以他会强调我们国防方面是跟盟友加强合作 那另外也会提到经济方面 我们会做我们又做这个French Shoring 或制造回来美国 油安外包 对这样很多不管是chipsack或其他方面 所以他会讲这些方面 那他的style就是讲中美关系 那根本跟共和党会不一样 因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不管是谁 他们会一直说共产党怎么样 共产党共产党会讲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会不断的强调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就是说光谱上面的话共和党是更往这个极端那边的 拜登的style会不一样 他就会说盟友啊搞好美国内政经济等等 就用这种方式 这个拜登现在非常急切的 当然希望是美中的高层能够赶快进行对话 不管是商务部啦外交啦 还有包括是国防 甚至他自己能够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能够通上话 但是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急啊 不思议下感觉上是颇急的 我们来看台海局势啊 国防部在礼拜五公布了台海周边 海空域的动态勤资 一共争获了共机36个架次 而且是南北分头出洞 其中有13架次飞越了海峡中线 另外在海上呢有6艘共舰 持续在台海的周边活动 这机舰加起来总共42的这个数字 也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香港林医报导说呢共军这一波还派出的看到阵容当中有苏凯三林 运八还有无人机 520之前会不会逐渐的加强力道 现在看到是越来越强 有没有可能继续的加强 而施压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施董 作为媒体的参与者 我也期待说52年 在520赖清德总统就职前了两岸的局势会风高浪急 这样媒体就可以炒作 我们也可以多增加一点点阅率 但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中共方面的政治立场 非常的一个清楚 至少在美国大学前 就是中共方面会站稳底线展现实力 不管是在美中关系或者是台海关系上面 都是这个样子 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数字 它是不是有一个季节性的 或者是眼形的需要 或者是内部者讯的需要 我是觉得军事的意义 绝对大于政治的意义 我为什么认为说 中共目前是站稳底线展现实力 它展现实力 事实上是要让台湾 以及特别是美国知道说 它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来坚持住它的一个底线 这是它不会退缩的 而且呢 它所有的一个军事行动 目前看起来 它还是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也就是说 它不会有一个突如其来的 比如说就突然的入侵到我们的领海 然后有一个急于击破台湾方面 放弃底线或赖金德改变立场 这样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是没有 也就是说 目前它的做法并不是所谓的边缘性策略 我甚至认为 它也不是一个急迫的 所谓切箱厂的策略 因为你切箱厂的目的 最后就是要逼你投降 那目前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从金门的例子 两岸 两边政府相对克制 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金门事件 筹码在中共当局 可是你看呢 它跃入我们金门水域的是非武装船 他们的武装船基本上呢 虽然它嘴巴不尊重我们的金智水域 可是它武装船的行为呢 基本上还只是贴着那个边缘在走 所以中共相当的特质 台湾也相当的特质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期待一个相对稳定的台海关系 至少到拜登选举之前 不过在520之前持续的施压 而且刚刚讲说 现在变成是一种常态性的动作 那对照最近 因为美军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 前两天呢 特别也关注讨论这个话题 点名了在2027年这个时间点 说解放军可能会攻击台湾 当然大家就非常紧张 不过最近呢 香港大学教授李成 他却分析 他认为说台海开战战争的概率 恐怕要低于美国内战的概率 就是美国内战的 这个启动的口 搞不好是更高的 因为李成认为 北京仍然是希望维持战略模糊 也就是呢 美国 他认为美国是跨越了红线 包括像之前 我们看到了佩洛西访台 另外呢 美国方面呢 曾经扬言说会派军协防 甚至是各种的各样的做法等等 但是美国则认为是中国在挑战 所以李成认为 总体来想 根据他的研判 两方 中美双方 其实对彼此的认知都是错的 如果照李成教授 这样的一个看法 说中美应该是要再对焦 所以博伦老师 你怎么看 我们台湾这回事呢 其实海峡两岸 对象不同的名词 台湾这边叫做共机扰台 如果军舰来的话 又叫中共机舰扰台 那中共会被称为 这个绕岛巡航 或绕台巡航 所以双方同一回事 叫名字不一样 当然了 双方的民众的解读 也都大意取去的 比如说有一些 比较不关心国际政治的 不晓得所谓的 我们的ADIZ 防空识别区的 这是单方划设的 并没有国际法效力 那我们划设的这个ADIZ 是在1950年代 由协议防台湾美军 跟我们的国军共同划设 如果有兴趣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的ADIZ 防空识别区 包含了海峡 台湾海峡 还包含对岸 跟我们对门的这个浙江 福建 甚至还有江西跟广东一小部分 那很多人 有些不关心国际政治的人 就认为 其实不是共机扰台吗 怎么到台北101的上空都看不到 什么都没有任何动静 有没有听到发布防空警报 事实上 他还是没有违反国际法 老师我这样子问 您觉得就是我们要缩短 就是说避免中美双方的认知 是有落差的 这是可能彼此误会的 那您觉得中美双方的军方高层 如果加强沟通对话可能吗 这个现况来看 因为选举在半年后 来看无法预定 因为有可能为了配合选举 而有可能抛出甘烂枝 但是我综合整理的三方说法 第一派认为兵凶战危 即将擦枪走火 而且剑拔弩张 包含刚刚我们魏玄兄讲的 媒体方的代表 媒体经营者 还有民罪 还有政治人物 这边讲政治人物主要是民意代表 包含美国的参众议员 都属于即将开战 那基本上持平言论的呢 大概就是所谓专家学者 可能基督中学者就这一派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三月的时候 中共的政协会有做一个政治决议 就是说维持和平同意的路线 而且要推进和平同意的进程 那多数的这个外交国官军事学者 多数处这个论调是比较审慎的 那至于当事人军方呢 不管是中共台湾或美方的军方 现役的推移的不算 现役的都几乎都不讲话 所以长远来看呢 应该还是属于审慎的一个方向 为了这个因应台海的局势 最近看到日本方面的哪些动作 陆上自卫队在这个礼拜 在冲绳本岛东岸的宇流麻市呢 成立了第七地对舰飞弹联队 而这支联队规模总计是大约有200人 他们主要是负责指挥冲绳县 里面包括宫古岛 石渊岛 还有安美大岛的这些地对舰的飞弹部队 我想问的是说 因为自卫队的这个 就是陆上自卫队的幕僚长也表示说 他们这一项部署是能够有效阻止 对岛屿进攻的应对力和威责力 听到岛屿 当然想的是 那应该是冲绳嘛 因为是部署在冲绳 那会不会也是在保护台湾 还是两者都有 好 首先这个日本开始强化在西南诸岛的警戒 甚至部署反舰飞弹的讨论 其实是2012年到2014年那个 日本推动钓鱼台国有化 引发跟中国大陆在钓鱼台周边紧张关系之后开始的 所以名义上 它应该是要因应 可能是钓鱼台的情势发展 但是呢 这个到后来 我觉得已经开始逐渐结合美国在西太平洋 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战略部署 因为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 面对中共军事部署的时候 其中一个措施叫做远征基地作战 它的概念是说 因为它已经预料到在第一岛链中边 中共的火力大幅的增加 所以美军可能考虑要把 包括地面部队的主力 可能要从第一岛链 撤出相当部分到关岛 但是如果要在西太平洋跟中共交战的话 那它还是要想办法阻止 中共的海空军很快的突破第一岛链 进入西太平洋深水区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希望能够把第一岛链 沿线的各个岛链武装化 那远征基地作战就是 我到时候我陆战队会快速地 前进部署到这些第一岛链的岛链上 然后赶快地放这个机动的反舰飞弹 来阻止 至少要辞制中共的舰队 突破这个第一岛链 那因为中共突破第一岛链的一个水道 刚好就是宫古海峡 刚好就是在冲绳 就是西南列岛上面 所以美国后来就要求日本去强化这边的防卫 因为它一旦强化这边防卫的话 它倒在暂时 如果美军要跟中共交战的话 这些已经在西南列岛就位的日本的设施 其实就变成了它的远征前经济地 就在那边看着 对 那它到时候可能只要派陆战队过去增援就好了 那这样美国就可以把美军陆战队就可以把焦点放在比如说在菲律宾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绝对有配合美军这个在应付中共军事威胁的一个想法 因为在平时它其实也就构成了对中共行动的一个嚇阻 那暂时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配合美军去辞制 阻止至少辞制中共舰队的突破 但是跟台湾的关系 我是觉得还是要审慎 因为根据美日安保 日本只有在它的领土遭到攻击 或它基建遭到攻击的时候 它才有参战的义务 甚至于如果只有美国片面跟中国大陆卷入战争 日本也没有参战的义务 所以说如果中共武力办台的话 是不是代表日本这些在第一岛链上的一些设施 会马上参与对中共舰队的攻击 坦白讲不一定 所以虽然说听起来是一间二故 但是这个岛链指的还是指冲绳 在平时可以 平时还是可以对中共产生嚇阻的效果 还是像您刚刚讲的 主要还是要全面地配合美方 在这个地区的战略规划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权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